大家好,我們今天又見面了 發生什麼事呢? 是不是介紹這個校男給大家呢? 不介紹帥仔,太帥仔了 當然是我收起來了 首先,一件東西是一顆藍色的DS-仔 其實什麼事呢? 這顆看起來跟之前RB的一隻藍色的差不多 但它當然是DS仔,金蛋公 怎樣得到呢? 就是類似日本戰鬥員贏了 送個印花給你 存夠印花就可以換到一顆DS-仔 以及幻的重力環 之前我介紹給大家看那個 再對比一下 雖然相對地比較難拿,又會貴一點 但對比一下,我真的對藍色沒什麼抵抗力 真的對不起 這個是SWITCH光天照版 這個是RB隱密絲黃版 然後再到這顆藍色 簡直完美呀! 完美呀! 對呀,完美! 好,這樣吧 另外,很快地跟大家介紹一下這隻 這隻就是G4比賽的獎品 如果未打過G4的朋友 就少少認識吧 怎樣拿到的呢? 就會是 你打一場G4比賽 就冠鴨和櫃的獎品 其實都頗惡的 因為你要砌整隻 即是要拿完冠鴨櫃 對呀,然後再刷一刷天字鐵給大家看一下 一升有一點不幸運 沒有辦法 紅色的,多漂亮 好血紅 好,我們再砌上去 再砌這個 再砌這個,是不是叫XN鐵? 對呀,再加上這個鍵底 整隻就完成了 貼紙呢,我都 skip了這個部分 我都黏了 看上去都很合格 入型一格 再加這個 黑紅釣 大家覺得如何呢? 挺好的吧? 好了 講完這個,就到今天的極主角了 對呀,一個發泡膠 不是發泡膠,是泡泡紙 我整天撈完了 寫著什麼呢 4月的抽獎 你當選了,恭喜你 我真的恭喜你 但其實我沒有中,直接買的 開一開盒 現在日本也挺貴的 起碼三萬多四萬日圓 我就比較便宜一點 幸運一點 是什麼呢? 這個鐵,大家都熟悉 ST鐵 這個很血統的底 好了 今天就 再抽一個東西出來 主角主角 貼紙 是什麼呢? 特別景品 鹽龍 Ace Dragon 鹽龍 再拆出來 等一下再貼上貼紙 給大家看看 先看看 比較暴力一點 嘩 哎呀 整個鏡頭都移動了 哈哈 這個底也是很紅的感覺 又是很G4的 日日勝 又是一星 真是陰鬼公 好,再拿這個面子 嘩 真是 紅色的斬 再加紅色的天 簡直是誇張 這期很流行紅色 紅色大熱 一定 嗯嗯 就是這樣 但看上去是不是很紅呢? 當然啦 有些東西還未貼 貼完再給大家看 先看看 好了 這個鹽龍就貼好貼紙 看上去 貼了這個 黃黃的 啡啡的 貼紙就好過剛才 因為剛才質感太紅了 再對比一下 都是用鹽 它叫鹽肉的阿修羅 對比一下 它沒那麼紅 就沒那麼 搶眼之餘 也沒那麼突圓 但沒辦法 這隻始終是限量一千名的東西 是要抽回來的 那 大家想試一下抽的話 就試一下寄帖卡去抽 那些雜誌附送會有的 那另外也會試一件東西的 那我拿了一個磅出來 大家可能不明白了 就是 究竟紅色砍字鐵會多重呢? 那本身 其實因為砍鐵 如果去到8.1g 就已經算是幾重下了 那究竟它會多少呢? 先關一盞燈再放 啊 好失望 練米塗層 8g都不夠 簡直是失望 對吧 算了算了算了 不拿這個來打 放棄 太輕了 好了 砌它算了 這些 什麼叫花瓶呢 就是這些 又不能打 只有看字 陰公豬 好了 今天就要介紹了三樣東西 哎呀 還有一個DISDIS 三樣東西 那 如果大家想緊貼潮流 不是緊貼潮流 是緊貼日本方面的景品消息 或者其他地方消息 都歡迎大家 可以訂閱一下 或者看一下我的影片 我到時候 一有新東西 我都會盡快貼上來 或者有些對戰的東西 可以大家都交流一下 我還有玩陀螺 對了 有些什麼東西 就下次再見 希望下次也有些好東西介紹給大家 好了 就這樣吧 拜拜